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历节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关于老人的动画电影《咒文》 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 伴随而来的还有疾病 容颜不在 身体技能下降 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能让大家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的老人能够多一点关心 事情是这样的 影片的男主员工是一个瘦老头 瘦老头的记忆越来越差 甚至出现时间错了 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儿子或许是工作繁忙 或许是不愿再受老人的拖累 儿子选择将父亲送往疗养院 在疗养院 瘦老头认识了很多的老年人 有年轻时候是播音员现在只会不停地重复别人说话的老头 有整天寻找电话 想给自己孩子打电话 接自己离开的苏尔太太 有行动不便但思想清楚的安东尼太太 有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莫迪斯托 和一切正常却为了照顾她而搬进来的妻子 而和她关系最好沟通最多的 是这里一个看上去还算正常的胖老头 胖老头是瘦老头的室友 搬进来的第一天 胖老头就带着瘦老头到处参观 给她介绍这家养老院的环境和人文 看上去热心的胖老头却总是 骗这里的其他老人的钱 儿子瘦老头搬出后不久 儿子就把她的东西从房子里面移出来 把房子租了出去 瘦老头在这里和其他老年人待在一起并不开心 在这里没有任何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 人只会越待越傻 唯一的游泳池也只是一个摆设 门一直是锁着的 看电视已经算是这里的游乐项目了 毕竟这里大多数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除了吃饭的时间都在睡觉 偶尔瘦老头还是会梦见妻子和儿子 但醒来后却还是在这个毫无生气的疗养院 瘦老头的记忆越来越差了 他不记得自己的钱包手表 甚至是袜子放在哪里 还怀疑是胖老头偷了他们 上诞节到了 瘦老头的孩子们来过来看望他 这是自从进入到这家疗养院以来 瘦老头话最多 脸上的笑容最多的一天 可他却不记得自己的孙子 贝儿在问你在这里开心吗 瘦老头为了让孩子们放心 假装一些都好 直到瘦老头发现自己的病情 他发现医生给自己的药物 和生患阿兹海默症的莫迪斯托 是一样的 还有这家疗养院的楼上 那里对楼下的人来说 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地方 只要没人管或者病得十分严重 才会被遗到楼上 胖老头告诉他 你可以选择麻痹自己 欺骗自己 让自己活在疾病导致的幻想里 但是也可以抗拒这一切 想办法来抵抗这一切 停止这样的昏知灯死的生活 瘦老头听后自顾朝着游泳池早去 胖老头看到还以为 瘦老头是要寻短剑 急忙追过去 跑下游泳池救他 最发现瘦老头原来只是在游泳 正伤人松了一口气 胖老头为了帮助瘦老头 不被移到楼上 帮助瘦老头在医生的记忆测试中作弊 帮助瘦老头在意识错乱时 及时地制止他的怪异动作 眼看着周围熟悉的人 被一个个地移到了楼上 而瘦老头的病情也越来越糟糕了 为了避免被移到楼上 瘦老头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 逃出疗养院 租了一样车离开这里 为此胖老头划光了自己的积蓄 可最后却出了车祸 瘦老头还是被移到了楼上 胖老头在床下找到了 瘦老头的钱包 手表和袜子 胖老头决定去楼上寻找他照顾他 在离开之前 胖老头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了这里 那些头脑不清楚的人 或许这样真的能够让他们的生活稍微精彩一些 也能让他们开心一下 哪怕是一瞬间 哪怕很快他们就不再记得 这部西班牙电影讲述了 在一个导演员中 老人们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的温馨故事 当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 在这个导演员里 还有和自己一样的人 在努力抗争 哪怕多一秒清醒 都是值得的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 爱你么么哒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